追逐着有你的镜头 反复会看在心里 你要见谁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我呢 接了一个融资公司的委托 你们家瑶瑶 是我们策略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她不是我们家的 别紧张 我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之前谈过恋爱很正常 还长得那么漂亮 哪个男的不喜欢漂亮的女孩 你怎么知道 你听谁说的 你看 这不是承认了吗 你这个人就是 藏不住任何的秘密 不可能 这种事情 一定要经过当事人的叙述 如果你没有听过 你以为你掌握的信息 全都是你的偏见 或者说偏见带来的误判 你们俩是不是谈过恋爱 我跟瑶瑶 是从小一起 在弄堂里长大的 但是谈恋爱 是考进大学的时候 分手原因也都是我的原因 那个时候不懂事 那你上次干吗骗我说 你们是发小呢 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 很久很久了 而且我也不想 因为已经过去了的事 是引起我们之间的矛盾 谁没谈过恋爱呢 而且你就要说出来呀 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交流呀 你觉得呢 我看起来像是 那么小心眼的人吗 真奇怪 那我现在 大方承认了你开心那点吗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们俩第一次牵手是在什么时候呀 这跟这案件有关吗 幼儿园六一会演的时候 我是说 成人了以后 你们俩变成情侣以后 大义 第一次约会呢 大义喊架 约他去看电影 第一次接吻 也是 那天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真浪漫呢 这就浪漫啊 我都不知道 是啊 那我再来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吧 如果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 你会跟杨阳复合吗 还是个实话 是啊 我觉得你这个假设 不成立 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呀 就算有平行时空 我也不可能能控制到 那个时空的我的决定啊 对吧 咱们现在不聊平行时空 就聊此刻 当前 我面前这个你 你的个人意愿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 你 会跟他复合吗 聊这个也没有意义啊 不可能的事情啊 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去讨论 那无聊啊 你觉得 睡吧 你去哪儿啊 我不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啊 我看起来像生气的样子嘛 我很高兴啊 浪漫的人 晚安